10月13号收盘了 大盘这一周轰轰烈烈 今天呢最后一天来了一个跳空低开 如果没有这个跳空低开 本周走的还算不错呀 但是今天跳空低开之后 大盘沿着军架线进行横盘震荡 早盘的时候冲高了两杆 下午的时候呢打低了两次 但尾盘仍然能坚挺的收在军架线之上 并且还收出了3088这个点位 3088这也算是个吉利数字吧 我们中国人不就是各种数字 都给他说出点道德吗 那么这个3088对未来可能会有影响 来我们先看K线图 K线图这一周看四根是银线 其中四根里面有一根呢 还是一个假银线 那就相当于这四天当中三天下跌 那大盘全周来看 仍然收出一个收银的K线 那这个位置可不太妙 因为大盘在这呢 不光是上证指数 五大指数都算着 我们分别捋一下 上证指数 这是科创版 你看就是科创版 在这走的看的还是那么回事 剩下的呢 你像创业版呢 瞧瞧创业版走这还是横盘震荡 本周这走的也不咋地呀 因为这个昨天沿着一个上涨 今天全都给回土了 这不就是不咋地吗 那真又应了之前说的那句话 说周四不黑 周五黑 你看这不是黑周四 魔咒没来 结果黑周五给咱扣上个帽子吗 那么接下来再看这个 这是啥 深乘指 深乘指这不也是如出一辙 但你仔细发现没 深乘指 一直没有跌破前期这个大型的半分位呀 另外我们再来看 中字头 中字头可是跌跌不休 那位说中字头这一周跌了这么多吗 没错呀 中字头你看周二大跌 今天周五又大跌 这连续这两个大跌直接 把这指数全压下来了 中字头那位说啥子了 中字头不都是那个国家队 或者是说特别受国家关注的吗 难道我们中字头真的不行了吗 那按一业绩说话 中字头还是最好的呢 借记 中字头赚了三万多亿 那现在就啥子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这里啊 中特姑 中特姑这不也是跌跌不休吗 也创了个近期的新低 这都很糟糕的数字 最后我们看一眼这个 这是个啥 说这不是光通讯吗 咱指的是小板块啊 这个也是今天咱们说的 为数上涨不多的 那么几个大支麦 那好 通过上了这 我们现在不难发现 大盘呢 虽然说在这块 有资金在互盘 如果没有资金互盘 今天下午就跌下去了 即便是有资金互盘 可是分化还是很严重的 你来看这个板面 这个是啥呀 这个不就是咱们的另一个指数吗 就是这个跳空低开之后 它们现在是大小盘骨 往下一起踹 粘合着踹 可是另一方面可不一样了 大家跟我比一下后这儿看 看 毛指数 宁组合 没有一个走得好的 其中毛指数和宁组合 宁组合一度都跌了三个多点 包括宁王把自己的老五的位置 原来他不是老二吗 结果又变成老三 现在三都不行了 小事都搭不上 现在老五 今天盘宗一度都到过老六 那位说这咋子了 这大盘骨之间 这分化怎么这么大 真的是这样 你看宁王呢 是跌了这么多 五王茅台跌了也不少啊 两个多点 那你想想 大家后再跌 那指数能走好吗 但是另一方面 银行股还算很坚挺 你看今天银行榜块 是不是属于最坚挺的一个大榜块 因为大盘昨天上涨 就是银行领涨吗 我们看银行榜块 880471 银行 虽然跳空低开 但然后就起来了 之后呢 下午出现过一波沙跌 一度跌破了均价线 但是尾盘能够坚定的收起 回到均价线上方 这不就是有强势吗 而且大家再来看这 这是什么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上升的压力线 从这这是五月份 这是八月份初 八月四号吗 到这 这个是啥 这不就是八月二十八号起的腰额的吗 即便是这样 人家一举拿下 这个压力线 跑到了压力线上方 放大一点 你看 这是不是在压力线上方 虽然说有一根长的上影线 但是这也是一个大的什么呢 这不是一个包容线吗 这证明什么 证明很强眼 很强势 有资金在关注 谁呀 国家队往这边关注 你像工 农 中建 这四大行 汇金不就增持的是他们吗 那汇金难道就增持一次拉倒 增持这一次是多少钱 不到五个亿 不到五个亿就把它抬着这么高 你想想 是不是今天这个位置 也是又创了个新高啊 而且今天这位置 还创了这一个阶段的新高 把前方八月二十八号这一天 就这一天的上涨啊 都给拿下了 这不是把这个新高东秒掉了吗 那不就证实证明 人家创业板呢 人家这个大银行啊 这些东西呢 远远高于什么创业板 科创板 远远高于小盘股 展指的是大银行 另外我们再说金融的另两样 金融的三千克吗 银行 保险 券商 我们看券商 880473 通过880473 也收出一根红角线 那位说今天不是下跌了吗 那么怎么还收出个红角线呢 没错 因为今天跳空低开 尾盘收上去了 看分时 瞧瞧 分时图 这不跳空低开吗 然后尾盘能够坚定的站到了上方 并且还收出一根红角线 虽然是一根小的纺锤线 但是这里面 你仔细看看认真啊 这个位置 可回到了二十线上方 并且今天大盘跌了这么多 人家呢 现在不跌了 或者是跌的很少了 你看 昨天这个跳空高开 涨了这么高 今天就微微的回撤这么一点 还能守住咱们的二十线 这不就是很强吗 这也是大金融啊 看另一样 不一样了 这个就扣题 我刚开始一开盘 给咱们说的是 话题不就是分化吗 880472 虽然同属 大金融 三键客 银行 保险 券商 你看券商走得这么拉跨 今天差一点还创了新低 那 走出这样一个走势 昨天 大的跳空上涨 但是 跳空上涨呢 又起了腰额子 因为没收到 开盘的价上方 这不就是一个 绿角线吗 那今天又是一个 继续跳空低开 仍然怎么样 仍然跑到了五日线下方 兄弟们 这个五日线是什么意思啊 五日线 那就是短期趋势线 现在又回到了短期趋势下方 那是不是还要延续下跌呀 你看 123456 六连阴 其中有一根是阳线 就这一根 这根阳线是假阴 假阴的时候 今天也给它吐回去了 而且回到了五日线下方 证明什么 它还很弱 那么金融三键客 走的不一样 银行高高在上 大金融 人家就是力挺啊 力往狂澜 但是券商拖了后腿 以往是什么 券商就是大盘的一个风向标 你看今天券商跌了 所以大盘这不也是给这跌的一塌糊涂 是不是 始终在这不知声吗 那你再来看一眼 券商的内部走势 什么呀 券商是不是就这样走势 那位就问了 这个券商怎么跟银行 跟券商 这个银行跟他们不一样 对吧 人家银行是涨着的 跳空那么高 跳空低开涨得那么高 券商跟咱们的大盘指数是一样了 也就是大盘指数被这个风向标给带偏了 那么今天再来看另一个风向标 大家看后面 这是啥 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昨天哭着喊着净流入64个亿呀 多少天了没这样 可是今天呢 一下子全都回土了 今天净流出64个亿 前两天 这昨天是净流入66个亿 那一下子回土回去 所以说才会有现在这个格局 就是大金融也好 还是大这个什么保险啊 这几个东西就他们挺着呢 要不然大盘在这会跌个一塌糊涂 是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大盘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周日的策略会来讲 因为现在时间关系 明天我还有早播报 喜欢股邦的可以加关注 我们每个人股民呢 必须贴近市场 别被市场边缘化 天天我们都得看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不看就会吃亏 一旦大盘要想上涨 风向标 风向一来了 一下子猪都能上天 明天早播报 我们主要讲呢 就是今天三点半以后 到明天早间六点半 所有的消息方面 不能不给咱们个说法 跳空低开 走了这么次 是不是得给个说法啊 另外呢 隔夜的外盘走势 会影响我们下一周的表现 我们提前听一听 是不是心里好有个土谱啊 要不这个双修日 是不是很憋屈 更主要的是 我们中概股的表现 还有一些隔夜的外盘的一些动向 好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报 把这些东西都讲出 另外呢 周日的中午 我有一个策略会 下周大盘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 我们周日中午策略会 见 我们下周日中午策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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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日中午策略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